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点类似于像一个矿子一样的这么一个前景 来去作为一个构图重点 那么照片当中的这个框架呢 与背景之间这主体呢 有一定的这个连带关系 为整体的画面呢 定了这么一个基调啊 也就是说 把它这个风格定下来 另外就是前景跟背景之间的 有一定的这种透视关系 我们老在说这个透视关系啊 是因为 我们照片呢是 一个两维空间 是一个平面 那么我们怎么才能让 观看人能够感受到 这种立体感存在呢 或者说我们有一种 身临其境的感觉呢 能够还原我们眼睛看到的 这种效果呢 所以我们需要用一些 特殊的一些技法啊 构图方式来去 营造一个三维空间的一个感觉 刚才提到了一个画面当中 基调的问题啊 也就是说 像这两张样片 这两张照片都是用手机来拍摄的啊 就是采用那个放构图 呃 左边这张呢是在吉隆坡啊 就马来西亚吉隆坡 马来西亚 它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啊 它里面有伊斯兰教 还有印度教啊 呃 还有就是属于多教派的这个国家 所以它有很多那种呃 伊斯兰教的这种风格的建筑 像左边这张这个构图的这个框架 它就是带有一定的呃 伊斯兰风格的这种特点的这么一个线条 所以我把它作为一个呃 呃 前景吧 一个框架 与背景的这个大厦呢 融在一起啊 这是交代了一个照片当中的一些内容 一些故事性的东西 右边那张呢是印度啊 印度教里面也有很多伊斯兰教的东西 同时也有一些印度教的一些建筑 那它的这个建筑的花纹 呃 这个轮廓也会有一些特点 同样的一种方式啊 展现这两张照片 也就是我们提到的一个呃 整体画面的一个基调 呃 这两张黑白的呢 呃 都属于是呃 有一点古朴的这种特点照片 左边这张一个城门啊 一个老城门 然后地下的这种呃 经过多年 去呃 摩擦啊 形成的这种光亮的这种青石板路啊 这种岩石路 感觉很 这个很有质感啊 通过逆光 表现的很有质感 然后有一个人从这经过 哎 正好让这个画面当中有一点活力 那么这个人的那个位置呢 你在拍摄的时候 你就要去注意啊 就是 就融入我们之前学到的那些 呃 三等分割法呀 我们的黄金分割呀 把那个人放在一个 呃 一个特别容易被视觉 就是凸显出视觉中心的那么一个位置 哎就更好了 起到一个点睛的作用 那么右边那张呢 是一个老的一个建筑 老的一个院 有一个影背墙啊 这很有历史的 所以前景这个门呢 作为一个框架式 把人的视线呢 通过门缝呢 引入到后面的这个影背前上去 呃 也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效果 呃 这是属于一个人文片子了啊 一个人在公园里边去陈练 呃 用这些柱子呢 这个长廊当中这种柱子呢 作为一个 矿式啊 一个框架 一个构图方式 同时他也有一定的 呃 呃 对称构图的这种影子在里面啊 其实就我们这很多构图 其实都是相通的 呃 有对称式的方式 有框架式的方式 呃 然后有人物的一个 黄金分割的方式 所以这些东西都可以去 轮回贯通的 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啊 这两张也是啊 都是矿式构图的 样片 左边这个呢 一个人从一个 城堡式的里面走出来啊 然后为了 凸显出来这个城堡的效果呢 把城门两侧 容纳进来一些 呃 形成了一个 矿式构图的一个框架 右边这张是一个 呃 日本式的建筑了 呃 很明显有樱花啊 有这种红颜色的这个 呃 就是像寺庙一样的 这个建筑 前面有两根 这些柱子 像我们跟的那个 那个牌缝一样的一个柱子 也是有起到一个引导性 另外这个 建筑的这个特点呢 也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啊 跟这个后面 背景的建筑呢 有融合 有当地文化 这些呢 都是 比较明显的 我们能找到的 这个这些框架啊 当然这些框架 带你去拍摄的时候 可能需要你去 挖掘啊 可能你需要往后退两步 可能你可能 呃 当时没有注意到那个框架啊 可能需要 挪动啊 改变现在拍摄的位置 能够找到这个框架 同时呢 有的时候 呃 不一定我们要把框架式构图呢 给它固定在说 非要有一个框架的一个基础之上 像呃 这个样片呢 它前景是一棵大树 大树的枝干啊 树叶呢 也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框架 呃 同时呢 它也是一个特别合适的一个前景 把这个前景跟背景 这个建筑啊 这个雕塑 可以融在一起 也是产生了一个框架式构图的这么一个效果 呃 同时呢 呃 视觉中心的这个雕塑啊 也是代表着 呃 你这个拍摄的地域啊 它是一个有 欧洲文化啊 这种西方文化的特点的这么一个雕塑 这交代了一下环境 同时呢 有一定的纵深感 能够带来一些立体感的效果 这也是同样啊 是我们不拘泥在一个特别写实的一个框架的 这个基础之下啊 我们可以用树 树枝啊 作为框架 同时也可以用这个残破的城墙 作为一个框架啊 来个引导视线往远方去延伸 呃 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 呃 框架式构图的一个方法 和我们如何去发现这个框架 今天的这个第五课 我们就讲到这儿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